2月2日 大张伟在北京杜沙夫人蜡像馆 举行揭幕仪式 此前大张伟曾在一次采访中透露 拥有一尊蜡像是他的梦想 终于在出道的第20年梦想成真 这个梦肯定脱梦活着 然后实现了这样一个想法 让我觉得特别的心里都特别开心 大张伟全新揭幕的蜡像 身着大老师特别元素的五彩T恤 搭配朋克法尔十足的黑色夹克 张开的双臂 尽显北京人的热情与开怀 欢迎着游客们一起来到北京 现场大张伟讲解 为什么用这个姿势做蜡像呢 因为做蜡像的时候 基本上要在那儿定这个动作 定大个小时差不多 然后我就说我一定要坐着点 然后因为 因为就是因为懒 对 也不是因为懒 是因为懒惰 因为我是觉得 因为我特别希望 如果我能够做蜡像的话 我想象就是说能够跟别人 来的游客呀什么的都互动 然后我就觉得互动 什么感觉让人觉得最温暖 最开心就是感觉一个开怀的感觉 然后希望各位都能够 那个投入到这种开怀的很弱啊 非凡娱乐北京报道 你会听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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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